你瞧我这边做了一个烟熏处理 小董 趴完你再说一下 它这个烟熏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好厉害 今天又跟李老师一起 然后我们今天选了一个感觉上很高级的饭馆 今天来的石海里的某一个小院 然后是一个 算是个尹厨 对吧 叫做尹厨 就是它不对外 然后只是提前预约可以来吃这个店叫银海藏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院刚才问了一下 这个院就是400年的历史 这个房子是明朝的 然后我们来点的这是新年套餐 对吧 新年套餐 对 新年套餐 然后这是头盘 东南亚蟹肉龙虾沙拉 把这些花卉就很北欧的风格 但它底下又是东南亚那种调味 30多种食材吃下去真的能尝到很多种口感 然后还有很多种口味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吃这么多菜里 我吃了口感最丰富的一道菜了 这个小院真的挺好的 400年的历史 真的闹中举境 因为它这个地儿只有三张桌 每天就招待三桌客人 然后来的都是一些商界大佬 对吧 政界精英什么的 因为私密性特别好 门口就是一个普通的宅门 然后进来以后有一个单独的小院 香槟鹅肝慕斯 哇 好软啊 吃到嘴里头鹅肝的味好浓 但是这种软软的口感觉得没有整块鹅肝吃的爽 配上它上面有焦糖随便吃起来味道还不错 香槟鹅肝 但是它的鹅肝并没有体现那个香槟 完全是这两粒青苹果一湿是 酒酒味 酒味在那青苹果里面 这个慕斯是不是应该有点太稀了这个慕斯 我觉得这慕斯还好 如果很结实 那几乎又接近鹅肝的口感了 所以它这么稀 跟鹅肝有一种反差 口感有反差 它味道又是浓烈的鹅肝的味道 你就直接填盘子吧 不用客气了 都是自己人 所以它如果有面包来 直接用面包来蘸 都是自己人 客气啥 所以真的应该拿面包来蘸 他们一直都没有上面包 果然面包是文明的解决填盘子的问题 泥酒有机豆腐 我上面有鱼子酱 这是能看出来 然后这边黑松露 不是 我觉得这个豆感有点像臭豆腐 我说 没法说 这个粉琴煮喝的人 不行 这句话不要剪进去 不知道粉琴煮喝的人怎么说 酒味很重 你上酒味 我这可没有酒味 我也没吃到多少酒味 我看 我怎么 难道我错了吗 那你觉得 这块老豆腐 介于冻豆腐之间的老豆腐 我吃的就是老豆腐味 然后 上面那点料 一点点辣味 有点松露的味道 他可能用了松露油 有酒味 我真的能吃到酒味 我这块没酒味 但是我后边这块不如第一块酒味重 但它肯定是有酒味的 我跟他 我们俩去吃好几回了 吃完了同一块东西 大家吃不是一个味 但我觉得美酒味的好吃 有酒味的酒味有点重 我给你念一遍全名 黄酒扇贝西班牙24个月风干火腿片浓汤 闻下去这个香味非常浓 一点点蘑菇的味道 没有那么重的蘑菇 那我吃到那个就是黄酒的味道是吗 嗯 紫薯球 是不是上面这些是什么烟熏菜啊 芝麻海苔很好吃 芝麻海苔 所以就是那个章鱼小丸子的饭 我觉得这个菜给我的感觉就是吃了一口 章鱼小丸子要吃了一口烤白薯 对吧 你看 芝麻海苔还挺好的很坚韧 嗯 它芝麻品质不错 你瞧我这边做了一口烟熏菜 稍等拍完你再说一下 哇塞 它这个烟熏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好厉害 烟熏老虎虾 两只虾 它这个烟熏味特别浓 它盖子没打开 进门的时候就已经闻到这个屋里有烟熏的香气了 这个虾质量浩浩 插下去就很脆 果然这个烟熏味道已经融入到虾肉里面了 嗯 而且它这个酱也好吃 嗯 这个器皿上来就会让你对这个菜印象深刻 这个虾肉完全就是脆的 而且整个这个虾肉里的烟熏味非常浓 这半个是谁要想卖的 是我那块是加着果料吃 你吃到的更多的是这种果香 你知道吧 就是整个的口感 包括芒果 包括牛油果 配合上它的酱料吃起来 果香加上酥脆口感 但是你这么白嘴吃 烟熏味特别重 就是你咬在嘴里头 整个就觉得这个烟熏味是从这个虾片的孔隙里头散出来了 我太有感觉了这个 哇 好吃 M7的稀冷 牛排有点老 也不叫老 其实就是熟了 就是它没让咱们选几分熟 它要让咱们选几分熟可能更好 芥末冰淇淋 然后上面是鱼子样底下是芥末冰淇淋 然后这是分子料理柠檬猪 比我之前吃过的芥末冰淇淋 更像芥末 更有芥末味 还吃到这个冰淇淋 我自然而然的影响到酱油的味道 再尝尝这个芥末冰淇淋 它口感上没有那么重的芥末味 但是整个味觉上 你就觉得很浓郁的芥末味 而且它不辣 它就是甜味 但是芥末味好浓 一点点酱油的想象来自于上面的鱼子酱 带来的 哇 这个好吃 果然这个比牛排更稀有 好吃的蝦 看人印象深刻 这是它的招牌菜人参芝士蛋糕 然后这是人家老板送我的 知道我要过生日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生日想要什么呀 生日想要你别气我 我一直都没有气 我今天狗娘吃饱 就能吃到人参味 但是它真的没有这个芥末冰淇淋这么惊艳 这个人参味好浓 西洋深的味道 就是西洋深的味道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是没有这个惊艳 我觉得其实吃到最后 吃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体验 对 叫冰淇淋 还是厉害的 这个老板 就800块钱一味 你能吃到两道经验的菜 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不亏了 因为这个厨师的名头啊 这个院子给人的高级感 对他的餐期待值会太高了 厨师名头很大 米其林三星主厨 然后做格莱美跟奥斯卡外宴的 什么叫格莱美奥斯卡外宴呢 对吧 颁奖结束以后 大家又一起去吃吃喝喝 那总得有几个就是名头很响的厨师 在这招待大家 对吧 我们今天吃的是 七百九十八一位的新年套餐 对吧 总体吃下来 李老师跟摄影小妹都觉得有两道可吃 我是觉得有三道可吃 三道三道 我觉得那个鹅肝慕斯是可以的 对 就第一个是鹅肝慕斯 鹅肝慕斯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它配了这个红菜头跟苹果 让整个这个菜十分不少 然后第二个好吃的就是烟熏老虎虾 哇 我觉得这是整个我们今天吃这一只 里头最惊艳的一道菜 包括它上来的呈现形式 包括它的观感它的味觉都很好 而且虾本身质量也很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后这个 这是我头一次吃芥末冰淇淋 你能够完全的体会到这个芥末的味觉 但是它没有那么辣 而且还是以甜味为主 芥末的香气要远远大于它的辣度 然后本身还是冰淇淋的甜味 然后配合上这个分子料理 对吧 柠檬猪 哇 超级厉害 这三个菜我觉得今天这顿饭里头 最主要推荐的 当然还有我觉得第一个菜也挺好吃的 但是他们两个都不喜欢 在一个400年的小院里跟一个无所谓老师约会 嗯 还有个电灯泡是吧 还把自己亲媳妇当成电灯泡 对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探店 北京探店哪家强 家境贫寒许太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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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